大家好,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说这个事业线称为命运线 是从手掌的底部砍弓的位置一直往上升 有的人可以直达中指根部 有的人的事业线不一定是一条指纹 而是断断续续的好几条 表示工作不稳定 或者经常变换工作环境 那么事业线没有或者是不明显 不代表没有事业 有的时候都代表变动性比较强而已 并不是说代表没有事业 如果是有八字鼠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后的关注私信 我们接着讲 我们看这个手型清秀鲜长 一生清闲安乐 四指间隙有比较明显有漏缝 代表早不拒钱或者是理财观念不强 甚至经常漏财之相 那么手指多缝隙 就是指手指伸出来之后 这个我们对着阳光一看 很漏光 那么这种漏洞就是会漏财 在投资方面财云比较差 所以尽量的尽可能的存钱 减少做投资的这种动作 我们看这个龙虎相配 龙虎相配说的就是指掌 配合的非常好 掌色红润 这个非常的方正得体 一生钱财不断之相 天地人三文深长 善恶分明做事认真 事业明昔清了 清晰 那么但是在35岁之后 有一些波浪起伏 就在这个节点上 看见没有 明堂的位置出现这个断裂 所以事业现在35岁之后 波动大 变化比较明显 甚至有一些工作频繁调动的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感情线清晰顺长 但是在28岁左右 这下面有一个导子纹路 说明了有一段失败的婚恋 实际上 这个 这个这位原祖呢 是跟自己 这个恋爱多年的 这个女友分手 现在老婆并非是过去的女友 这个今年准备结婚 这个是 包括 我们看这个正宫的位置 正宫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靠近拇指根部 我们说 这个地方跟父母有关系 这个色泽比较晦暗 是容易出现 这个母亲的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正宫啊 正宫金星秋之内 我们是看根基的 看家庭环境 看父母的啊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啊 这个就是 结婚线呢 从侧面看 看得清清楚楚 结婚线有三四条 四条之多 稍有不平衡 说明的是不利于早婚的 早婚是容易离婚 一个人的事业好坏呀 尽量的结合 这个三大主线 以及事业线啊 包括这个太阳线 一起来看 这样才能全面 全面的 直接的 准确的来看到 这个事业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太阳线 是无名指下的 这个直纹啊 这个太阳线 跟事业线 基本上平行啊 以前呢 我们经常叫它 帮扶纹啊 双线 如果是这个太阳线 太阳纹 形成双线的话 叫明望纹 表示能够在 社会上 有好的名声 好了 有关这个 手下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 太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 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我的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